歡迎來到今晚的演唱會 來祝福中國和中國的友情和合作 慶祝中國東盟對話25年 有著濃厚南洋風情的文藝晚會 承辦單位廣西藝術學院全體動員 其中有一位馬來西亞留學生 特別受到矚目 一首王力宏經典作品 你不知道的事唱得讓人痴然如醉 這歌聲可是經過大師認證 原來他是選秀節目 中國好聲音第三季中 一鳴驚人的陳永昕 從小聽鄧麟君歌聲長大的陳永昕 因為聽了爸爸的話選擇到南寧念書 才有機會登上選秀節目舞台大放異彩 現在南寧已經成為了陳永昕第二個家 其實是因為我的爸爸經常來廣西這邊 然後他就對這邊比較了解 我的中文一開始其實沒有這麼好 就比較少說 比較少寫 然後打字發消息也很慢 現在就很快了 咻咻咻咻咻 就習慣了 像陳永昕一樣選擇到中國大陸念書的 東盟國家留學生 2016年已經突破8萬人 其中又以東盟博覽會 永久繪製的廣西南寧人數最多 而反過來 中國前往東盟國家留學的學生 在2015年已經達到12萬人 像是來自南寧的小溪 就選擇到越南首都河內求學 身在異鄉 就是特別的想念家鄉 異鄉求學一開始總是孤單 但小溪的適應期並沒有太久 因為鄉愁總會找到解放的出口 然後有一天我在放學的路上 無意中經過這個粽子店 然後看到這家四哥的粽子店的粽子 含著我們廣西南寧老水街的味道 感覺就是在異國他鄉也能吃到 就是那麼有家鄉味道的食物 然後就的話我就是經常下了課 我就跑過這裡來吃粽子 因為異國家鄉味 讓小溪與粽子店老闆 兩個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成了朋友 粽子 米粉 糯米飯 這飲食習慣相近的背後 其實就是廣西與越南地緣關係的連結 而這種連結正透過各種交流 不斷擴大 就像種子等待發芽 開枝散葉一樣 這幾年來廣西南寧 特別是廣西南寧 對世界上很多認可度比較高 特別是東盟國家 我們想搭建一個中國跟越南 廣西跟越南的南寧跟越南的通道 在越南經商20年 來自廣西南寧的歐葵 將事業重心對準了紡織業 在經貿往來日益糊落的今天 透過南寧渠道站穩了市場 類似歐葵這樣投資致富的故事 也在中泰之間上演 像是近來赴泰國旅遊 團購出了名的乳膠請去 就是例子 迎合了國家政策的這個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的話就是把 國內的一些好的產品 帶到東南亞各個國家 然後把東南亞東盟的各個國家的產品 然後帶到國內 中國東盟博覽會 今年邁入第十四屆 廣西南寧已經成為 中國與東盟國家經貿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根據統計 2006年到2015年 廣西與東盟的貿易額 從18.3億美元增加到290.1億美元 年均增長37.2% 十年間翻了四番 將近300億的貿易額 更是佔了廣西省外貿進出口總額的一半 它不僅給我們廣西 而且給我們中國和東盟所有的政治 外交 經貿 人民 所有的這方面應該說交流 然後搭建了一個非常廣闊的一個 高層次這樣的一個平台 世界經濟論壇預測 成立50年的東盟將在2020年 耀身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在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倡議下 中國與東盟間 南寧渠道的對話與發展 都將動見觀瞻 備受矚目